B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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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波罗英文频道 廉价要结束了 你收心了吗 你知道要怎么用英文表达收心吗 今天就让波罗来教会你 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吧 一起来 一起来看看 第一种方式 你可以说 Turn Off Vacation Mode 关闭休假模式 Turn Off就是关闭 关闭电器用品的意思 Off则表示停止运转 断电 它的相反词是 Turn On 开启 来看例子理解一下用法吧 Would you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er 可以麻烦你把空调关掉吗 Please turn on the computer 请打开电脑 请打开电脑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可以用第二种说法 你可以用第二种说法 Snap Out of Vacation Mode 指的是 指的是摆脑 对不对 对不对 度假回来 是时候集中精神了 摆脱假期模式 明白了 首要任务是什么 同学们 同学们 你都学会了吗 除了上述的两种用法外 我们也可以用第三种说法 来换句话说 关闭休假模式 不就是回归到正常的工作 读书状态吗 所以你也可以说 Get Back To Work Mode 回归到工作模式 或是 Get Back To Studying 回归到读书模式 来看例句更清楚 How was your break? Awesome! Just relaxed! Exames are coming! Get Back To Studying! Right! I forgot about that! I'll start now! 你的假期如何? 超棒的! 很放松! 考试快到了 回归到读书模式吧 对耶 都忘了 我现在就开始 以上就是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内容 廉价结束该收心咯 快点找回你原本的 工作读书状态吧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See ya!